所在有同学问我一道翻译理解题 他对答案有点不服气 句子是 The judge is the last person to take bribes 答案是 法官是最不可能收受贿赂的人 他觉得不理解 那要是想说 法官是最后一个接受贿赂的人 怎么说呢 这个答案可以有不止一种 第一种情形 这个事真的发生了 多人收受了贿赂 法官是其中最后一个 The judge was the last person to take the bribes 这个person其实也应该换换 但是不紧要 我们就不动他了 第二种情形是 这伙人经常接受贿赂 我们描述的是 他们通常怎么分赃 比如说 The mayor takes the biggest share Then the police chief The judge is the last one to take the bribes 还会有其他情形 我们就不列举了 有这两个已经能看出区别 贯词 单负数 还有实态 这些元素 把说人的跟说事的 给区分开了 用take bribes 或者take a bribe 是说人 因为没有特指的事件 或者标的 而加上定贯词 就有特指了 说的就是这会人的事 再加上一个一般过去时态 那就更是具体特指 某一次的事情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呢 英语的这些小细节 都不是摆设 不是繁文入节 而是实实在在的 有表意功能的 不是英国官方规定了 这些规则 然后老百姓就乖乖遵守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他们好用 人们离不开 他们早就被淘汰了 那我们学英语也一样 首先要认识到 学语法不是在学英语的规定 而是在看它的使用说明书 从用的角度出发来学语法 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语法术语 就像英国美国的普通人一样 学过我的语感升级课的同学 尤其是已经学到后半程的 相信能理解我说的话 也许课程都是按这个理念讲的 害怕语法枯燥难学的同学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这个语感升级的队伍 感谢观看